公务员应该是东南亚最受推崇的职业之一 年轻人为了考工复习到头突 只是想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然而 今年日本却出现了一个 和大家的选择背道而驰的年轻女孩 恋渊陶奈是满分考入公务员的高材生 但入职仅一年半她就辞职转型 成为了一名成人女优 这样的人生轨迹令人大跌眼镜和唏嘘不已 而对她来说 内心却充满了无奈和心酸 年仅23岁的AV女优恋渊陶奈 以前是地方公务员 拥有甜美脸蛋 傲人好身材的她 工作一年半后决定放弃公职到东京勇闯新路 2月先拍信赶写真出道爆红 今年在4月推出第一支出道AV就登上单日冠军 人气十足 而近日恋渊陶奈受访时 首度透露离职公务员的原因 恋渊是日本东北部的秋田县人 现在以超级大凶性感演员的身份拥有了不小的人气 她生在一个小城市的工薪阶层家庭 从小就喜欢学习 成绩非常优异 恋渊从小就热衷于参加志愿活动 喜欢和人相处 初中的时候是学生会的成员 是学校的管乐队里的萨克斯手 还会弹钢琴 高中的时候是广播部的部长 多才多艺的她学习成绩非常好 尤其擅长数学和地理 因为是动漫游戏宅 在初中玩游戏的过程中 还爱上了日本历史 恋渊对于日本古代史的兴趣浓厚 还喜欢研究政治学 高三的时候 日本学生都会填写一个毕业志愿表 恋渊在上面写了两个愿望 一个是希望能去私立文科大学攻读日本史专业 一个是想做歌手和配音演员 父母说读文科大学 耽误时间还找不到工作 如果想读 他只能自己赚钱去读 学费和生活费家里都不会提供 其实不好找工作只是一个借口 恋渊的父母根本就没有想送他读大学 他们只想让女儿赶紧工作赚钱 并且已经给他定好了工作的方向 公务员 日本普通地方公务员 对于学历的要求不高 高中毕业即可参加考试 恋渊最终以接近满分的成绩 考上了公务员岗位 就这样 恋渊在不喜欢的地方开始了不喜欢的职业生涯 一个家境普通 学历普通 还丰满漂亮的年轻女性 在公务员系统里是备受歧视的 不久后恋渊就发现 自己拼命努力 甚至得不到和同龄的同事一样高的工资 即便他这么优秀了 在单位和在家却都不被重视 每天唯一觉得开心的时候 就是在窗口接待市民的时候 他善于沟通 语言组织能力强 可以给老人耐心详细地解答各种税务问题 然而 真正击垮恋渊让他辞职的 却是其他原因 他再也无法忍受无孔不入的性骚扰了 恋渊小学时胸部就已经很丰满了 因此他从幼年开始就遭到各种的骚扰 单位里面的人只会讨论他的身材 他的能力却被无视 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对自己的身体也越发憎恨 尤其是在工作一年半后 单位的同龄人不剩几个了 被围绕在长辈图谋不轨的视线中 他倍感不安 终于崩溃决定辞职 2021年恋渊终于离开老家移居东京 他在压抑的生活后 有了一种破冠破摔的想法 既然自己被当作除了身材毫无用处的人 那还不如利用自己的身材 与其活在被骚扰的恐惧下 不如主动把自己展示给别人 至少 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掌握自主权 因此 他报名参加了成人影视公司的选拔 在今年年初 正是以成人女优的身份出道 看到自己的作品受欢迎 他算是感觉到了一点点安慰 虽然这种想法很难被人理解 但这是一直被轻视的 自卑的 受到非礼的他做出的反抗 恋渊说他只是想和自己的身体和解 变得不那么讨厌自己 恋渊并不想让自己的父母知道自己现在的工作 他心底还是希望能得到家人的认可 恋渊其实很清醒 关于未来 他也对生孩子没有任何兴趣 因为害怕自己会变成像父母一样可怕的人 让孩子过上不幸的一生 他也不建议其他女孩追随他的脚步 变渊觉得自己经历了这么多 不可能再过上正常的生活了 他不会对公务员时代有任何眷恋 但他希望其他的女孩有更多选择和更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